做手冊 要怎麼寫呢? 好那我們 寫八卦語有什麼原則? 太極語 兩儀語 四項語 八卦語 你能夠寫成四項八卦 盡可能寫成四項八卦 那真的不行的時候 才會化成兩儀和太極 所以我們開始寫實作八卦語 和寫作系統翻譯系統 八卦還可以分兩種 就是好八卦跟爛八卦 八卦語的句子也分好的八卦句子 跟不好的八卦句子 什麼是好的八卦句子?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到底什麼樣的八卦句子是好八卦 那這裡八卦語裡面呢 它的詞性幾乎都是有 除了問句以外 詞性幾乎都是有最後一個詞決定 名詞以名詞結尾 動詞以動詞結尾 述詞以述詞結尾 述詞以述詞結尾 我要怎麼去形成它的結構 形成這個結構 我們叫做 數詞邏輯 位詞邏輯 這個是數學上面本來就有一個東西 所以我才會用數詞位詞 位詞邏輯裡面就是 很像程式 它前面有一個 一個名字 後面有參數 基本上就是函數嘛 你把它看成函數就對了 n of w1 w2 w1 w2這就是參數 p of w1 w2這也是參數 只是一個是名詞項的 有參數一個動詞項有參數而已 語句的層次呢 如果有動詞項 那就以唯一的動詞為核心開始來做填充的動作 這是欄位填充機制 那如果沒有動詞項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規定 因為既然是創造語言吧 我們語法可以自定 我們就直接規定 以第一個名詞項為核心 其他的通通都填入這個名詞項 萬一整個句子都沒有動詞項的時候 就以第一個為核心 OK這是我們的填充法則 那如果整個句子都沒有動詞項也沒有名詞項 那會怎麼樣呢 整個句子都沒有動詞項也沒有名詞項 那它應該是什麼 四項裡面 四個項線裡面 名詞項就占了兩個項線對不對 那動詞項又占了一個項線 它只剩一個了 只剩那一個是誰 淨詞 所以這第三個情況意思是說呢 它既沒有動詞又沒有名詞 它只可能是淨詞了 OK 整個句子都是淨詞 那一樣就以第一個淨詞為核心 以第一個淨詞為核心 以第一個淨詞為核心 我這裡寫P其實應該直接寫H H 厚的 Hold住 淨詞 以第一個淨詞為核心 OK這樣子就解決了到底該怎麼填的問題 那了解這個規則你去寫作的時候 你就要盡可能的照這個規則來安排你的句子 這樣子你寫出來的電腦才可以了解 才可以做正確的處理 那對方也才能夠根據這個規則來了解你的語句 對方也要根據這個規則來了解你的語句啊 雖然詞彙他都懂但是意思可能有很多啊 那如果他知道這個規則的話 那他出來的意思就會比較單一就不會那麼多啊 OK 所以我們來看幾個好八卦的範例 就是那朵花很紅 花 那朵花和很紅之間有空格 那這時候呢他形成的語句結構 因為這一個句子有沒有動詞 沒有對不對 所以根據剛剛的規定 這個句子應該是以哪一個為核心呢 這個句子沒有動詞但是他有名詞對不對 有名詞的時候他應該以哪一個為核心 有名詞的時候他應該以第一個名詞為核心 第一個 所以這個句子既然只有一個名詞 那就是以那個名詞為核心 就是第一個名詞 那朵花 所以核心是那朵花很紅 OK 那就那朵花參數很紅 那如果今天這個句子不是長這樣 這個句子是說 那朵花又紅 空格又大 那這樣子就會變成那朵花又紅 豆點又大 括號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會比較合理比較清楚 那在詞彙層次他還可以再繼續拆解 那朵花那就是最後一個是花 但是詞彙層次是以最後一個為核心 OK 所以詞彙層次是花 那朵花然後那朵都連朵 那朵和朵都是在修飾花的 同樣的很紅 很紅這個紅是述詞 所以最後一個是述詞為核心 雖然它其實不是動詞 它是禁詞 OK 那以這個禁詞為核心 那以最後一個所以是紅 然後狠 紅括號狠 如果是非常紅 那就是紅括號非常 那還有什麼例子 紅除了狠以外還可以怎麼修飾 能不能用兩個以上 有點難 但是別的例子可能會有 它可能會紅後面有A豆點B豆點C 那爛八卦的範例一樣用這個例子 但是斷詞斷錯了 斷詞斷錯了 它不是斷在那朵花 空格 它是斷那朵空格 花痕空格紅 那就顯然是一個很爛的句子 什麼叫花痕 花痕 是很怪啊 這個講法就很怪 那問題是這樣我們弄出來的結構就會長得很怪 在語句層次的話 因為這三個都是P 這三個都是P 都是述詞 都是P結尾的 所以三個都是述詞 通通都是述詞的情況之下又沒有動詞 沒有任何一個動詞的情況之下 就只好選第一個 那選第一個的結果呢 就變成那朵括號 花痕豆點紅 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這就是一個爛八卦 更複雜的好八卦 它用鉛筆寫字很漂亮 那這就會主詞 就是它這個句子有一個動詞 有一個動詞 所以重點是放在動詞上面 所以V寫 整個句子的核心是寫 那把其他的東西通通都當成參數 所以是寫括號 它豆點用鉛筆 豆點字 豆點很漂亮 那這樣看起來其實你就知道說 OK這四個東西就是要填在寫的框架裡面 寫的框架會有什麼 寫 其實根據那個邏輯語的那種框架的話 寫的框架就會有 它是誰 主詞是誰 那寫通常是人嘛 人才會寫 所以人是誰 那再來呢 用什麼寫 工具 器 用什麼工具寫 寫什麼 寫什麼物 寫得如何 寫得很漂亮 OK 所以這四個詞其實都是在修飾寫 可以 但你也可以說寫很漂亮是在修飾字 但是 修飾寫跟修飾字其實都可以 OK 沒有說哪一個非得要這樣 沒有說哪一個非得要這樣 那你只要通順就好 通順 我只要填上這個結構我覺得通順 好就OK 好 就是這個餅乾 那這時候雖然你看起來有兩個動詞 可是 因為一邊走一邊吃之間沒有符號沒有空格 所以這兩個動詞呢 合起來會形成一個動詞 那形成完一個動詞之後呢 整個句子也只有一個動詞像 那我就知道說一邊走一邊吃是這個句子的動詞 而且吃是最後一個字 所以我們就認為它的語意就是吃的語意 然後前面如果看到走 那就可以變成雙語意 但是它在一個項裡面就沒有問題 就很容易解析 OK 所以這語句層次就會變成一邊走一邊吃 它餅乾 OK 那大致歸納一下就是 你要寫這種句子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你要先確認那個句子的主要動詞是誰 然後呢 那個動詞像你一定要用動詞結尾 不要用名詞結尾 不然它就不會被電腦認為是動詞像 那對方在理解的時候 他也就沒辦法以那個為核心了 所以當你想要理解對方所講的語句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挑出對方語句裡面的動詞像 然後再試圖用你的腦袋去理解填充到這個動詞像裡面 然後了解它的意義 那這是我們整個寫作法則裡面歸納的結果 那名詞像當然要以名詞結尾 那問卦的時候 疑問詞比較簡單 那相對的很容易很容易就可以了解 疑問詞不會超過100個 而且就問8種卦而已 所以接下來又是練習題時間 這個練習題就不太適合講 OK 所以我們就講完了 好 那我們今天全部的東西 大概就看到這邊為止 在這邊 對嗎 好 因此 謝謝